牛潭美村的村民很依賴公共的交通工具 成為靈活大士後,我學懂如何搜集資料 用數據和案例去反映村民的需要 我做靈活大士後,想用自己的小小能力幫助本村的年紀大 提升牛潭美村的長者年齡有善程度 在牛潭美村自已52年 牛潭美村是新界對大的一條非延居民村的村民 裡面分了兩條村民,一區二區 兩條村民分別有兩架小巴 一架37、一架38,是入村民 接載村民上班、上學等等 小巴的班次都很疏 所以一千元出入都很不方便 有時年紀大的老人家為了方便 年輕人搶車乘搭 他寧願是晚一點出街 令到他的社區都很狹窄 出街時事數少 加上延朗延街又是塞車的環境很多 所以班次更加不穩定 牛潭美只有76公司一架巴士 最快都要20分鐘才有一班車 我們希望和巴士公司反映 開多些班次 這樣便可以消耗大馬路和青山公路的村民 將這班村民引流乘搭巴士 其他村民便全部都上車了 我們有牛潭美交通改善計劃 例如我們去馬路邊 在37、38小巴 7時至9時 我們團落時間 小巴的班次 上車人數 時間等等 以及巴士班次的時間等等 搜集完一切的資料之後 給予有關部門 希望他們幫我們解決牛潭美交通阻塞問題 這班靈活大使都是一班退休的長者 所以交通問題對於他們來說 未必是一個切身關注的問題 但是他們仍然都為了牛潭美的街坊 站出來提出這個轉變 所以這個靈活大使的計劃 正正是體現了一個助人互助的精神 他們盡全力去一齊完成這個牛潭美交通改善計劃 公共交通是非常關鍵的 方便市民有醫療和社會服務 讓他們融入社區享受積極的萬年 我是一個普通長者 讀書又不多 不太懂事 我參加了靈活大使之後 就學了很多東西 我不知道幫不幫回來 起碼自己做得來 成為靈活大使之後 最大的收穫就是擴闊了眼界 有很多社會問題 原來我們可以做多一步的 除了關心之外 我們還可以倡議 嘗試改善或者解決這個社會問題 這些經歷是我從來都沒有想像過的 真的很開心 幫到自己住的地方做到事 我覺得很值得 都超越大使用 代表